我从农村出来的 但是我非常努力地考上了M大 没看出来 M大 所以大家都说 M大 M大 我是全村的希望何超越 来越棒 我叫何超 在我们村能够考上大学的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我是全村最优秀的一个年轻人 所以我现在是一位服务员 主要是在餐厅里面洗碗 对 接下来 这位女婿 你的键盘好像没电了 敲了半天什么字符都没敲上去 那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完全不介绍的话 感到漂亮 你好 我是超有料的 超能写的 欧小编 每当深夜的时候必须要自拍才能激发我写公众号的灵感 俗称暗夜女神 找到了另一半 深夜的时候原来还有人在做着跟我同样的事 在那一瞬间我们都举起了OPPO R17 Pro 我们难道那一瞬间都在天然供此时吗 没看见吗 我现在还有五分钟我不能跟你们多聊了 马上就要发导 请问 请问您是一个梦想着十万家的公众号的携手 所以我随时都要带着你看我的四五六七八个充电宝 然后手机电脑不能断电 我随时都要发文赶稿 对然后你们先聊着 好了 下一个 我是个儿科医生 我是江湖人称 妙手哄孩儿 五秒钟哄的小孩儿必好 就靠的是这个 小孩儿五秒之内要哭 我就拿这个逗他 你怎么称呼 张医生 张医生 做得 我 那 sulf 季 谢谢大家